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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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跟镜头上比 我觉得本人更漂亮 两位都是 谢谢 大美人 你们俩今天比完赛有没有看过自己的这个比赛的画面和颁奖的镜头 看过吗 没太注意 那我们现在回顾一下好不好 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期待盒子和吴米霞的最后一跳 其实在今天赛前咱们两个还在担心 盒子虽然是在世界大赛里面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绩 但毕竟没有打过奥运会 奥运会和其他比赛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感觉 今天来看还是非常的正常 好的 漂亮 感谢她们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 共同奉献的精彩表演 在今天这场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当中 没有输家 每一位都是代表着世界跳水的最高水平 而在这场强强对话当中 中国队无疑是表现的最出色 好的 我们现在就可以向吴米霞祝贺 拿到了自己在奥运会当中的第六枚奖牌 今天是她的第一枚 鱼子三米跳板三人赛的金牌 好棒啊 非常棒 谢谢 比完赛之后我看你哭了 那个眼泪是付出了很多年 努力了很多年 今天终于拿到了什么感想 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年吧 我只是觉得坚持过来很不容易 完了今天也表现得非常完美 所以我感觉很不容易也很开心吧 今天给自己打个分打多少分 我觉得这个没有用分数来想 因为动作分数裁判已经给了 但是我觉得这是那么多年自己不容易获得的收获吧 所以真的很开心 其实流眼泪的不只是你 没有什么 还有妈妈 是吗 红衣服的 今天妈妈看到你比赛也是喜极而起了 小妈妈吗 有打电话给她的吗 还没有 还没有打电话 其实我知道就是因为她的妈妈其实是之前在伦敦的 然后因为看完他们俩的三米版商人 她妈妈就回去了 今天的比赛是在国内看的是吧 对 国内看 那你有没有给你妈妈打电话 比完之后 还没有 因为直接就被托去采访啊 新闻镜检查 所以我希望等 可能家里面现在很多人吧 所以我觉得今天在打她 是不是上完我们的节目会通的话 肯定 我们看爸爸也是非常开心 双手合十 这是再鼓掌 同时也是再祈祷 今天那么优秀的女媒卡爸爸妈妈今天笑得非常开心 旁边我们看她还做的有其他的亲戚朋友 大家都在关注你 咱们先说说你们俩第一枚金牌吧 因为我知道从郭姐退役之后 你们俩